好 現在為大家實戰這個 這個隊伍齁 新的這個 中國獸機械化 但是他 有一個 重點就是他隊伍中只有 機械組跟獸類 所以說你一定要放獸 剛剛帶了全機械進去呢 完全沒有倍率 靠北 所以大家不要浪費石頭啊齁 如果要用這隊玩的話 記得放個獸類 不然就假賽 然後回復力也是有點慘 喔 這新珠很可以 噢 呃 噢 嘖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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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火復力真的是 就是 好啦這邊日月蘭合體前 喔靠北 他怎麼進場跳那麼快啊 完全不需要這張卡耶 他直接行動值一個直接滿耶 直接滿行動耶 這邊的話直接開這個加冕圍城 喔這個不錯 看一下這傷害 好像也還好 有喔剛剛還好 5C 維護力的話要靠福愛吧 靠福愛 像這個地方的話我們直接 讓這個版面比較好轉一點 好這隊友光暗兼具所有服食的效果 喔但是主要攻擊感覺還是在黑狗身上 這邊的話直接開這個 這個好了 有一個增傷的效果 攻擊力感覺都是集中在黑狗身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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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像這個地方的話直接把他炸掉 好嗎 玩這個我覺得不如去玩 其他的這個 我機械值滿的話他有一個增傷的效果 不只有破防 還有一個增傷 兩倍的效果 然後光暗兼具嘛 所以這樣黑狗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攻擊 來準備開始想標題了各位觀眾 這個兩組光珠打得10嗎 不過光珠打暗的話應該只有兼具50%而已 他只有光兼具50% 然後暗兼具50%這樣子 嗯 實在是覺得還好 其實在之前分析我就覺得這張卡他 不是什麼特別強的 隊長 有 倍率那個時候看起來很高 然後 然後生存力很差嘛 然後倍率玩起來好像也還好 好像也還好 好 玩這個我覺得不如玩其他機械隊長 比較強對不對 這張真的還好 開個增傷好了啦 好增傷我們等下留到最後面一起開好了 我們等下全開一個爆發看看 因為機械組其實疊滿行動值之後傷害就很高啦 其實 不管是哪個機械組都可以有這種傷害 這邊的話 直接做個全體攻擊吧 直接做個全體攻擊吧 不過至少讓黑狗有變比較強一點 這是我毫無疑問的 好技能開一開 我們看一下爆發的增傷 看一下這個傷害 看一下這個傷害 放土嶺喔 我覺得白虎可以放土嶺啦 畢竟他是機械組少有的破防卡 好爆發全開 打不到一億 打不到一億 導遊 1945 2022 2022 2022